捷安箱 慈和工和金虎椰庙 日前捐赠1000公斤白米 给花莲市公所爱花莲食物银行 市长渭嘉燕亲自到场颁证感谢状 也肯定了慈和工和金虎椰庙的大德意举 感谢他们为寒冷的冬天注入一道暖流 一包包的白米堆满一长桌 各种大小应有尽有 这是捷安箱慈和工与金虎椰庙 在日前捐赠的1000公斤白米 要驿注花莲市公所爱花莲食物银行 市长渭嘉燕也亲自到场颁证感谢状 并肯定慈和工与金虎椰庙的大德意举 感谢他们为寒冷的冬天注入一道暖流 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慈和工还有我们金虎椰庙 那总共捐赠我们白米1000公斤 那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在这边也借着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有需要捐赠白米或是各个物资 都可以跟我们施劳客 我们食物银行这边做一个联系 那在这边还是虽然年末了 但是还是感谢您的爱心 那也希望我们可以用这样小小的爱心 帮助很多很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600包共1000公斤的白米 分别有慈和工捐赠的800公斤 以及花莲金虎椰庙捐赠的200公斤 而施工所也期盼有更多的热心人士 或社团、企业、宗教等等 都能以行动来关切社会弱势族群 及众人之力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欢迎有益捐赠者 可以洽询花莲市公所社劳客 记者徐丽晴花莲市报导